歡迎來到All Sun Money 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現在時間是2023年的8月31號晚上的10點50分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今天的題目是 00919配00929是神隊友嗎? 優缺點怎麼看? 過去現在未來配齊全包嗎? 為什麼要研究這個00919加00929搭配啊 這念起來真的很像順口溜 一個19一個29 其實這是一個好問題 最近在網路上有人看到分享這種組合 於是威力就好奇想研究一下有何妙處 我相信也有許多朋友啊 你可能有去看一些社團啊或是社群 他們也有提到這樣子的搭配 你可能也會好奇這兩個搭起來到底有什麼用處 它不都是高股息ETF嗎? 相信會選擇這兩檔ETF的投資人啊 想必看到一些新聞的發佈 對於未來配齊的結果感到可能結果不錯 例如說像是群一頭新的新聞 經理人就有針對配齊的策略告訴大家說 919未來四季的配齊不低於0.54元喔 喔此話一出啊市場就很驚訝啦 這些投資人就會有所期待 就覺得我現在手上也許有一筆錢 他又說未來四季不低於這個錢 這樣算一算好像還不錯 於是就有可能會有人想去做一些購買動作嘛 那另外呢像0099 連兩次的月配息都有0.11元 這個如果他逐漸上軌道 每次都配得出0.11元啊 這對於很多一些投資人來說 他喜歡月領席的那種感覺 就像領薪水那種感覺的人 他就會覺得這東西不錯 他願意想要嘗試一下 願意想要做購買投資 於是你看像929 他的ETF的規模已經來到400多億了 所以這次進展是很快速的 投資人愛股息啊 股息到底重不重要啊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見仁見智啊 請大家理性看待 勿聞人相親啊 首先呢溫馨提示跟免責聲明啊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內容提及歷史的績效 不代表未來的走勢啊 受眾應該要有 獨立思考之精神研究 僅供參考物作買賣依據 個人心得分享 非投資教學 無業配 非證券分析師 找名牌指導需求請下合法投顧 內容若有疏漏 有誤請再告知 以標的發行單位公告為主 播放平台動態廣告 非節目直播 純屬支持平台營運 內容請謹慎評估 非洗腦節目 內容可能有錯 請自行培養能力 查證驗算 首先來看一下這個2023年的00919還原報酬啊 其實這個時間 不是很長啦 因為說實在這一檔 它上市的時間也沒有那麼久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今年的表現狀況啊 從今年2023年的1月3號 到2023年8月25號 還原報酬率是25.85% 8月29號的時候市值是172億 那有的朋友他看威力的數據啊 他可能看了也沒有驗算啊 就直接說啊你這數據有錯 我們這邊有講喔 這叫還原報酬率的意思是 把股息已經加回去了 那如果你對 這個數據計算的方式 你有所疑惑 你可以去一些回測網站 例如說像是 MoneyDJ嘛 或是其他回測軟體 你都可以去算 甚至你也可以自己手動 自己算算看 那如果你發現有算錯 你再跟威力說 那這個是我自己算的結果 00929 2023年的還原報酬率 從2023年的 6月9號到8月25號還原報酬率是9.51% 那8月29號市值是423億 大家可能會想說怎麼會從6月 剛才那個不是從1月嗎 不是啊 你929 從6月才開始上市嘛 所以沒有辦法從年初開始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00919 ETF 收益分配的內容啊 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啊 其實因為一檔ETF 它到底收益分配的狀況 我們一般人 沒有辦法知道細節 你唯一可以知道 就是你去投信的官網 去看它怎麼寫 例如說以919 在8月29號基金禁止 組成的項目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面額15塊嘛 因為它發行價嘛 可分配收益 可分配的投資收益 這裡是寫2.66 這裡面就必須要提一下 其實它這個 可分配投資收益裡面 就包含了現金股息 利息收入 以及收益平準機 等等的 這些內容 所以它不是單純只有 現金股利這項喔 另外呢 C呢是資本利得 這裡是2.57 所以整個基金的禁止 就是把上面這些東西 加起來就是20.23 所以從這裡面 看出來 單就 B除以0.54喔 從這個B這一點 除以0.54 因為剛才基金的經理人 就有講說 0.54是它對未來 配息的一個策略嘛 所以你 B除以0.54 大概可以配個 4.9G 4.9G大概就超過一年了 所以對有些投資人來說 它有 未來現金 流的規劃 近一年的規劃的話 它可能就會去選這檔標的 那資本損益呢 會隨著股價走勢 持續變化 所以 這一個項目啊 比較 沒辦法 容易的預估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00929的ETF 收益分配 沒辦法 因為現在 這些投信公司 他們沒有講好一個 標準的一個格式啦 怎麼說呢 就 各家有各自的表達方式 例如說像 00929 它在 8月22號 基本面額是15元 收益評準金是0.99 資本損益評準金是0.31 基金的禁止是16.3 這就是把這些東西把它加起來 那我有看有些朋友提到說 B是包含股息啊 針對這一點呢 威力有去做過一些查證 看一下 別人怎麼討論 那我看了00929的FB論壇 大家 討論 那也有一些網路大神 它實際去推算各個成份股 股息的狀況 B這一點 就是 就是單純的股息的收益評準金 不是含股利的54C喔 所以 其實 在富華投信的官網 它沒有寫到這麼細節 但是 從它的名稱上面看起來 它就叫收益評準金嘛 我想這大家應該 不會有太多的爭議啊 如果說各位有 對這個有疑問啊 其實你可以寄信給富華投信 那我是沒有寄信 但是我針對這一點 我看大家討論的內容 應該算是蠻明朗的 那官網啊 其實沒有揭露每日的資本利的 716W跟各股股息54C 你只可以通過公告來得知 喔這個字打錯 54C的佔收益分配的比率啊 那可分配的收益就是 0.99加0.31等於 1.3 於是呢我們用這個1.3來算一下 1.3除以0.11 為什麼 因為近兩個月都是配0.11嘛 那大概呢 這樣可以配11.8個月 就將近一年 當然這個資本損益會隨著股價 表現而變化 所以對一些現金流 需求的人 他又不想賣股票 他可能 就會去選擇這兩檔標的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這00929的篩選機制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兩檔東西 到底可以積蓄什麼火花嗎 首先就要來複習一下篩選機制喔 關於00929跟00919 其實在我們AwesomeMoney的節目 其實都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如果你想再進一步的了解啊 想細節慢慢品味的話 請在我們節目的搜尋欄位 你去打00919跟00929 那00919這一個節目呢 我們沒有做投影片 所以 但是929有 那你都可以來看看 00929的篩選機制喔 原則上 還原報酬指數 波動度希望低啦 那股息殖利率希望高 現金股利的差異性低喔 這是他的篩選之一 篩選方式之一 再來就是 最近五年的平均本益比跟 最近三個月的平均本益比的 差額數 前90%高 那關於這一點呢 威力的理解是啊 本益比近期跟長期的偏差比較多 代表投資人對個股的營運 展望比較期待 因此股價會比較好 所以他容易選到這樣子 一個標的 連續三年股東權益 報酬率是正值 這一點就指說 ROE表現良好 為股東創造權益 標準上可以為股東創造權益的 這種標的才容易填習嘛 00929的排序方式 他是依據股息殖利率的 遞減排序 選取排名前40名的股票 所以他的有一個 篩選方式就是用股息殖利率來做排序 股息殖利率的加權 是他的權重機制 個別的成分股 上限就是10% 同時不得超過以下 他有定一個指標的5倍啦 就是自由流通市值 佔比加近3個月平均成交金的佔比 瓜胡除以2 也就是說他有做一個 權重的上限卡關 避免單一個股獨大 其實近期新出的這些ETF 都有相同的 類似的方式 也許他的計算方法不太一樣 但是都會有做一些卡關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00919的篩選方式 其實他是從上市上貴40前300大的股票 來做他的篩選池 平均成交金額就要高於8000萬嘛 不足150檔就會由 這個日平均的成交金額 排序補齊 近世紀稅後的ROE為證數 我們剛有提到股東權益嘛 至少他是個證數 代表說他是可以為 投資人帶來一些報酬的 那5月的定審他會去排除 還沒決定現金股利金額 或生效日前 以除息之年配息股票 這什麼意思啊 原則上 他在5月的時候就會先去看公告 到底這些公司有沒有去宣告說他到底要配多少 現金股利 那股利率的排大小會去選30名 那股利率是近四季的現金股利 出於5月定審那個時候的股價 接著呢12月的定審他也是會用股利率來排序 選前30檔 權重以股利率加權再依據流動量指標 做調整權重 那個別的成分股不超過10% 而且下限是0.5% 接著呢 這裡是一個重點嘛 預估股利率呢是怎麼算呢 股利率是乘上一加累計前三季美股稅後盈餘的成長率 那股利率呢是近4季的現金股利 除以11月那時候定審的日股價 所以你會發現說在5月的時候他會以 當時宣告的這些公司所宣告配發的現金股利呢 來做這個 這個排序篩選 到12月的時候反而就是用預估的股利率 我們做了一個簡表啊 給大家做參考 我想這個簡表應該在市面上是沒有的 所以這是威力所整理 那我們在這裡呢 你可以Apple to Apple 有沒有 大家最喜歡在公司裡面講的 Apple to Apple 來看一下到底 哪一個東西對到哪一個項目 例如說像00919 他是市值前300大股票 那929呢 他是選取市值前200大 而且達到50億元的股票 所以這兩個有一點差異 不過原則上都是選大公司啊 那波動度篩選的部分 在919裡面是沒有這個項目的 那929有 那他是要去選取 252日還原日報酬的指數平滑波動度 屬於前90%低 他就有做波動度的篩選 所以有些朋友他會討論說 奇怪 看起來大盤好像也很多耶 怎麼929好像沒有 那因為他在他的篩選機制裡面 他有放這一項嘛 那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項的效用 所導致的結果 那有的朋友會講說 不是啊 是因為很多人去買 不是 不是這樣 你ETF他是看淨值的 那如果說有 出現這種 一折價的情況啊 初級市場 他會存在套利機制的 所以 如果你有這種疑問的朋友啊 可以去看一下 證交所的一些 他們的教學文件 現金鼓勵的穩定度這一點 919是沒有這個功能 他沒有做進去啦 但是929有 那最近5年的 現金鼓勵的變異係數 屬於前90%低 也就是說你很在意 鼓勵 配發的穩定度的人 那在929裡面 他是有建這個功能的 接著鼓勵率的篩選方式 這個就是比較大差異 919呢 他一個是5月的時候 他是用公告現金鼓勵的公司來做定審 定審 結果呢就是 精準卡位配息啊 也就是他可以抓到這些要配息的公司啊 比較準確一些 他的名單是比較準確一些 在12月的時候 是用預估鼓勵率來排 序 也就是說 在12月的時候 他會用EPS的成長率 來做一個計算 來去看說到底有哪些 他的鼓勵率呢 可能是在未來是比較高的 我們舉個例子 像EPS成長率是10%的話 鼓勵率是5% 那預估鼓勵率就是 1加10% 刮虎乘上5% 也就是5.5% 也就是他通過EPS成長率 來去計算下一個年度 可能配發 不錯的這些公司有哪些 於是用預估的鼓勵率來排序 把它放到名單裡面 可是呢929就不是 他是用最近三年平均 股息的殖利率 屬於前90%高喔 再來就是用股息的殖利率遞減排序 選取排名前40名 當然這個一個是30一個40名嘛 但是重點是 我們看到時間的維度不一樣喔 929裡面他是用最近三年喔 所以他看的維度是有三年的 時間這個區間是有這麼長的 可是929不是 一個是看很快的當下的 當下的這種 配息的狀況 另外呢 一個呢 就是用 預估的方式 接著我們來看 成長性的篩選喔 12月的時候用 預估鼓勵率來排序 權重以鼓勵率加權嘛 那預估鼓勵率就是用前三季 累積的EPS來做計算 所以他有一個成長性的篩選 就是在12月的這一次 那929的話呢 他是以近五年平均本益比 以及近三個月的 平均本益比的差額屬於前90%高 那本益比近期跟長期偏差比較多喔 可能代表投資人對於 各股的營運展望期待 所以股價表現比較好 所以在929裡面啊 跟919他都有做這個 這個成長性的篩選 只是差異是在這裡啦 那就看大家覺得哪一個是 比較符合你的 預期的 那 價值性的篩選呢 在919裡面是近四季的稅後ROE是正數 那929也有 只是他時間維度也是比較長的 也就是連續三年股東權益報酬是正值 所以如果你比較在意一個 比如說中長期 可能講短期啦 短中期 比較股東權益報酬比較好的 比較優的公司的話 那929他的時間維度是比較大一點的 可是呢 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想 假設你今天是希望 短期配息 全息效果好 那也許919他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因為他看的是近四季嘛 他的時間維度是 比較近期的 那也就是近期的表現比較好的公司 他比較容易配息 這是一個簡單的投資邏輯的推演 那權重的部分呢 919是以股利率加權 在依據流動量指標調整權重 那個別成分股不超過10% 下限是0.5% 這剛剛有介紹過 那我們直接看929的部分 成分股的上限權重是10% 那當然他還有定了一個特殊的指標 這個指標的5倍 原則上你就記得上限10% 所以這兩檔 在上限的部分是相同的 配息的次數呢 919是每季配發 那929是每月配發 這個兩點呢 在網路上有很多討論 原則上每季配發跟每月配發 就差在說 比如說我可能 每季配發的 金額啊 你每次領到的 收益分配是比較多的 那於是你就有可能 健保費要繳 那可是每月配發 也許就不用 那因為他是看單次的 所以就有些人他可能他的資產部位 不一樣的時候 他可能就有這樣子的考量 就看每個人 你怎麼選 再來就是 919他沒有特定的產業 但是929是 上市上櫃的電子股 所以你對產業這部分 你有特別的 要求的朋友 比如說你不想要著重在特定產業的話 那919是比較合適的 但這兩個搭配在一起呢 那就現況來說 他都比較靠近 電子股相關啦 檔數一個是30 一個是40 結論的部分 僅僅919是 主打看 宣告股 那是精準 精準的配息 而且12月會看未來的預估股利率 那929是過去三年的平均股息的殖利率 一個是看當下 一個是看過去 如果投資人你想要在當下 現在過去 三種股利率篩選方式 你都要有 有沒有小孩子才要選嘛 那個大人什麼都想要 那你這兩個搭配在一起 就是一個優點 等於你 不同時間維度的 這種股利率篩選方式 你都掌握了 兩者由於近期新增的受益人數比較多 平準金多 而且上半年 股票的行情好嘛 那資本利的多 短期配發股息可能不成問題 我們這講是短期 未來長期是不曉得 因為沒有人知道 長期是怎麼樣子 這個只有神才知道 我們不可能預測嘛 00929有篩選 現金股利變異係數 跟報酬穩定度 跟這個報酬的波動度 因此在 股價穩定度跟 股息的配發穩定度上 有多做的加強 這一點就是919所沒有的部分 那929呢是 看三年的ROE是 震數嘛 那919是看的是 近世紀震數 就以機率來看 通常會賺錢的公司 比較容易填息 只是 兩者觀察的時間區間不同 那919的ROE看的是近世紀震數 而且12月預估的這個股利率啊 是用前三季的EPS做計算 累計前三季EPS做計算 短期填息的機率是比較高 因此投資 對過去公司 成績表現 會投資人 他可能會對過去公司的成績表現 給予未來的期待 自然就願意再把這個股息再投入 但是呢就現況成分股來看啊 產業偏重電子股 而且啊這個919未來有可能隨產業的變化 那但是他的成分股並沒有限定產業 可是929就有限定在電子的科技業 如果說怕產業風險的人啊 就需要和安排合適的搭配比例 那現況成分股的產業相近可能是缺點 因為這兩檔目前 他的成分股是 都是產業比較接近的啦 那當然未來會不會919有所調整 調整到可能跟電子 業啊比較沒有那麼相關啊 電子股比較沒那麼相關 但是有可能的只是就現況來看啊 這兩個產業是比較相近的 那他可能搭配在一起 對投資人來說 假設你所有的部位就 只放這兩檔 那他可能是一個風險 就是產業風險 那如果你本身是還有買其他的 ETF或是其他的投資的朋友 這個只在你的成分股的 你的整體的 投資組合的一部分的話 那應該就還好 好那這一次跟大家做分享 沒有推薦購買 也沒有推 推薦大家這樣子搭配 大家可以看完之後有自己的想法 你再去想想 假設你已經是這樣投資的人了 你可以去想想看你調整比例的方式 如果你沒有投資的朋友 那你可以去想想這些東西的優缺點 到底適不適合你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一次再見 節奏